大家好,我是阿宇 大米每天都要吃 但是怎么煮才好吃呢? 今天来分享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做法 先将大米用清水淘洗一下 不用洗太久,两遍就可以了 以免将表面的配芽组织给洗掉 清洗干净之后,然后加入清水 水的量和平时煮饭差不多 然后放一旁,浸泡半个小时左右 再来准备一点配料 腊肠切成厚块 然后切成小方丁 放入盘中 胡萝卜修掉外皮,先切成厚块 然后切成粗条 最后也切成小方丁 切好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点玉米粒 取一个小碗 加入一小勺的食盐 加入两勺的生抽 一点芝麻香油 再来一点老抽 加入一勺蚝油 然后搅拌混合均匀 浸泡好的大米将水给控掉 水不要倒掉 电饼铛链铛或者平底锅预热 刷上一层薄油 然后倒入大米 用铲子将个汤平整 加入刚才的泡米水 先加一半 盖上盖子用中火煮 大概需要五分钟左右 时间差不多开盖 这个时候里面的水分已经没有了 用筷子将米饭给扒散 然后扎一些小眼 再加上刚才剩下的一半泡米水 铺上切好的配料 配菜可以自己来搭配 自己喜欢吃什么就放什么 拖好之后再往中间打入一颗鸡蛋 盖上一个高一点的盖子 中火大概五分钟左右 时间差不多 用刷子沾上一点薄油 沿着锅边淋进去 这样的话底下的锅巴会更香 然后盖上再焖个三分钟左右 然后再淋上刚才调好的料汁 用铲子搅拌一下就可以开吃了 这种方法做出来的米饭别提有多香了 看一下底下还有整块整块的锅巴 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嚼在嘴里是有多香 看到没有 有没有流口水 学会这样做菜都不用炒了 十几分钟就能搞定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试着做一下 感谢你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点赞 转发加收藏 我是阿玉 拜拜